中共上个星期才发动伪台军演 今天在福建平潭牛山岛沿海进行实弹射击 台湾国防部指出该活动是共军年度例行演习 不排除是中共扩大威慑的做法之一 国军会严密应处 行政长卓仁泰批评中共靠近台湾军演毫无意义 只会引起紧张 中共福建平潭海事局发布禁航公告 将为周而在牛山岛沿海进行实弹射击 演习区域位于台湾新竹仅一百多公里 国军分析中共军事意图 同时严密监控应处 中共解放军的例行性的操演 当然在这个季节又在力箭逼之后 也不排除他们是利用这个局势去升高对台施压 扩大对台心理战心理威慑的作用 在环台军演后 中共逼近台湾实弹军演 国军强调监控应处 习政院长卓仁泰谴责中共引起区域紧张 无论他的演习规模有多大 都不应该平凡的 而且靠近台湾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宣示 这个只会突然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国防部国军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讲什么话 这个中国大陆动不动就来老台 这个对台湾人民的感情是有伤害的 台湾朝野不满中共频繁对台军事威吓 卓榮泰说 国军做好万全准备 确保台湾主权与国人安全 新常的电视林家伟 刘兹营 台湾特报导